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华尔街电视,您现在收看的是沙伦一报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沙伦 中国小说家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改编的网飞Netflix版影集开播了 在中国社交平台上却恶评如潮 有人批评,剧情遭到了魔改,特效差劲也有人质疑 这个剧拍摄文革批斗的场景反忠意味非常浓厚,是为了这叠醋包的这顿饺子 三体网飞版于3月21日上架播出,我是昨天才有机会看了那么一两三集 上架之后引发中国网友正反两极评价 首集一开头便重现中国文革时期的批斗画面 主角叶文杰的父亲他是物理学家,因为坚持爱因斯坦相对论等理论呢 遭到红卫兵殴打呢,打着打着就把他打死了 在豆瓣上许多人呢将此剧评为异性 微博上有网友表示,网飞版的剧情遭到魔改 拍这个就是想黑中国,为啥原著是中国为中心 网飞版的就变成全城西方中心 还有人说呢,网飞的三体呢就是为了提到文革 就像刚才说的为了这叠醋包的这顿饺子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不可能就是为了提到文革 但是我个人也不喜欢这种就是换来换去的 你知道吗,比如说如果原著是在一个地方 我觉得如果你要再做另一个版本的话呢 就应该保持一样的 因为我认为就是西方世界太那个 太注重就是 太注重种族多样性 我发现就是很多欧美的这些电视剧啊电影呢 因为非常的注重这个种族多样性 很多次呢都会把原著因为种族多样性改得一塌糊涂 所以呢我这一点我可以理解 除了这些之外呢 还有网友认为虽然剧情推进的很快 但是像是AI写出来的剧本缺少很多细节的铺垫 还有人说呢太简单化了 真的是太简单化了 很多就是在腾讯版三体里 过了三四集才揭发的事情呢 在这里呢第一集他就会全部都告诉你 而且还有人吐槽特效不佳 说要剧情没剧情 要特效没特效 跟我一样不少人也将网飞版的三体与早前 由中国企鹅影视翻拍腾讯播出的三体电视剧比较 有人认为腾讯版完胜网飞版 我个人也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腾讯版要比网飞版好非常非常多 还有人说三体是一部中国人写的人类历史 网飞拍不出中国 不过呢也有微博的网友指出说 网飞版的三体的节奏思路还有逻辑都更为清晰的紧密 而且质感与电影相似 还说两个版本的三体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制作 三体这个背景世界需要更庞大的世界观支撑 需要无数不同色人种的人来建构这个故事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与此同时 X平台上讨论多注墨鱼对中国文革历史的讨论 有X平台的网友认为 不久前中国网友在微博上批评中国作家 墨言及农夫山泉的不爱国网报事件 宛如当今的文革与三体守墓场景摇呼相应 三体是刘慈欣于2006年在中国杂志科幻世界上开始连载的小说 内容讲述一群中国的科学家警察军人 试图阻挡外星物种的入侵 第一部三体小说在2014年被翻译为英文出版 并在2015年的世界科幻大会获得余果奖 最佳长篇小说奖是首部得到此奖的亚洲小说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等知名人士呢 都曾经公开推荐这部小说 Netflix版的三体呢 对原处内容进行大幅度改编 除了将部分事件背景转移至英国之外呢 也修改了多数人物的中国背景 原处作者刘慈欣担任该剧的顾问 对于改编的内容呢 异于以同意 这个版本的三体呢 由知名美剧权力的游戏的编剧 贝尼敖夫与魏斯共同打造 两个人接受纽约时报的专访的时候 曾经表示 如果决定按照原著把情节保留在中国 把角色保留为中国人的话 那制作出的会是一部以中国为背景的英语剧集 他们认为将剧情中努力解决问题的角色 看起来像是来自世界各地 对故事的本质非常的重要 网飞版的三体您看了吗 看了的话您的想法又是什么呢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好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讲电视剧讲电影呢 都不能讲太多害怕剧透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沙伦一报 我是沙伦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万事不求人 私人助理 私人顾问时代来临了 六度万事 万事相助 超强博士群 不断奉献专项服 信息 财经 健康 文娱 教育 旅游 消费 科技 美食 让您的生活品质 全线升级 六度世界 现在体验 请去3w.6度.world 现实免费期间 全体注册网友 免费使用付费版的高级功能如下 支持论坛搜索 免费画图 第一步 点击右上角最左边的机器人符号 开始对话 像图片中红框中的那样 第二步 如图选择六度万事 我们未来将推出更多的AI供大家选择 然后就可以与六博士悄悄畅谈了 还支持论坛内部信息搜索哦 您还可以让六博士做你的助手 帮你绘制漂亮图片 最后可以点击添加 添加好友进来一起与六博士工作 一起来3w.6度.world尝试吧 谢谢大家